好 这个完喔 第一层怎么做 先按椭圆形选取画面工具 随便框一个范围 接着按选取 变形选取范围 先看左右 线对到边就好了 线对到边就好了 这样子 有没有 接着来上面对到边缘 下面对的绝窍在哪里 看这里 看这边 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漏 这边已经够了对 所以你选到这样以后 我们刚刚不是说按住Ctrl键可以调整吗 所以你可以微调这里 也可以调这边 如果你是调中间这边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叫平行的移动 所以它叫什么 在变形里头有一个选项 这里 倾斜 如果你点的是角落的就是这一项 叫扭曲 如果你是点中间的节点 这个叫做倾斜 它都是有名称的 好 这个地方再微调一下 好 差不多了对 这边还要再下来一点 好 这样修改一下就差不多了 好 碗可以不用完全选到满 因为我们是要迁就的是这个白色不要漏 所以你也可以在按Ctrl键调整这个点 让它进来一点 这个是技巧的 那你要不要调无所谓 基本上达到就可以了 这个我就不要求 好 打勾 接着按下Ctrl加这个 所以你会复制到第一层出来 好 第二层呢 我们现在是用几圆形的很多 同时 同时 不要料理 有选择 这个 有选择 这个 我们 选择 这个 先 选择 弦 我们 当天 我们 有选择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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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地方 不漏白 这样子啦 这个地方微调一下 我们把它调进来一些 这样子 再进来一点 差不多了 整个玩意都有选到 可是这边多啦 没关系不紧张 先按下打勾 我们在做选取的过程里头 有一种按键叫做拣选 你这时候可以这样选 改用矩形工具 按下拣选 从画面的外侧剪进来 剪到哪里呢 剪不到这个碗的一半这里 是他就剪掉了 所以这个白色就不见了 有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 这个碗的半圆形 好 回到背景 为什么要回到背景 因为背景才复制的到 这个地方 按下Ctrl加J 所以你又得到第二层了 长这样 这是第一层 有没有 两层结合在一起 就变这样 好 第三层就很简单啦 再选择椭圆形工具 然后呢 画面上随便框一下 放大一点看 一样的做法 变形选取范围 左右先拿 先移动到这个尖端 尖端 好 下面对到底下 然后是不是又漏白了 慢慢拉往上拉 拉到没漏白为止 再拉一次 差不多了 对不对 这边修一下 可以了 然后打勾 再回到背景来 因为只有背景有碗底 那这上面要不要剪 不用啊 反正他已经盖住了 所以复制出来以后 这三层来看 背景不看 你就会得到一个 非常完整的碗了 最后呢 再按一下这个选项 可并可见图层 它就并在一起了 你就得到一个 非常完整的碗了 OK 好 这个请你回去试验一下 感谢大家